欢迎来到小汤圆的神奇小店 最近我开了一家杂货铺 专门卖一些神奇的小玩意儿 每周都会更新商品 本周的商品就是这些了 各种颜色的装备套装 试问哪个MC玩家看了会不喜欢呢 这些装备都是用矿石制作的 除了绿宝石之外 还有五种新的宝石 每天我都会去矿洞挖一些矿石回来 打造装备 而且这些材料的分布比钻石要好 属性还和钻石装备差不多 性价比着实不低 还有各种对应的充能宝石和护服 将护服放在左手上时 还有不同的防御属性效果 让你的MC生活里增添了一份安全 既然这周是第一次开议 那我就决定把我压箱里的道具拿出来 一路手抄电话 就是这个天使之一了 这个不仅仅是个装饰用的翅膀 而是真的可以让你在生存模式里飞行的 还能让你免受高处摔溜的伤害 不知道这次的盔甲和翅膀有没有让你心动呢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只要几颗绿宝石你就可以拥有它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汤圆妹妹 本期又是1.12.2版本的模组合集 第一个模组叫做更多宝石矿物 这个模组在地下添加了五种新的宝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紫水晶 黄玉和水晶 生争率还是很高的 在属性方面 武器可以与钻石剑媲美 但是盔甲的盔甲值呢 就有点不足了 不过呢 可以用宝石护符来弥补 想做宝石护符 你需要用三个充能紫水晶 合成宝石充能器 那充能紫水晶怎么做 就是用宝石充能器与紫水晶合成 没有宝石充能器 怎么做充能紫水晶 那就用三个充能紫水晶合成 哼哼 开玩笑了 其实这两种材料 都有各自的获取方法 在药塞图书馆的箱子里 可以找到宝石充能器 而充能紫水晶呢 你可以手持普通的紫水晶 对着书架右键一下 消耗一定的经验后 就可以获得充能紫水晶了 然后再用金兵合成一下 紫水晶护符就到手了 放在副手上时 可以增加玩家一颗心 其他的宝石护符 也有不同的属性 于宝石护符 可以增加玩家的移动速度 看这个视角 还是有不少加成的 蓝宝石护符 可以增加盔甲值 可以拿来弥补盔甲上的不足 钻石也可以被充能器充能 虽然说充能钻石 在本模组里 没有往上的合成路线 但是可以去其他模组里互通 像是RF工艺什么的都可以 第二个模组叫做 旅行翅膀模组 模组在游戏里 添加了九种帅气好看的翅膀 放在装备栏里就可以飞了 默然二键开启 切换到飞行模式 鼠标控制飞行的方向 相比于翘翅来说 翅膀的优点就是 可以不用烟花就能飞行 在下落时还能缓降 不是摔落伤害 但是缺点就是会消耗饥饿值 消耗的速度 还是挺快的 当小鸡腿剩下三个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能飞了 想做这些翅膀 也要去地下找矿石 这个模组里有两种新的矿石 一个叫做鲜明之城 一挖就能挖一大片 第二个叫做紫水晶 和善影模组的紫水晶 基本可以互通 除了不能用书架来充能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 还有一种材料叫做蝙蝠洗 拿着空瓶子 对着蝙蝠右键就可以了 它是用来做蝙蝠翅膀的 小伙伴们在玩这个模组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制作翅膀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模组的名称和面接 我会放在简介处的 感觉的小伙伴 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最后 喜欢的也别忘了 点点关注和收藏 我是唐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